他们像是在一家咖啡馆 在第四年的第一天 他们决定告别这段生活 他心里空了一块 就像生长在悬崖边转的课书 至今还记得初次见面 他对他说 男孩说 你有充电宝吗 你哪有这么大事啊 就粉红泡泡一下就没了 行 那我再换一个说法 对啊 帮我借个共享充电宝 行吗 咱能不能不提充电宝 咱浪漫一点 这是爱情型 不接地气的爱情 谁能有共鸣啊 可是咱们前面也是这个风格啊 那是男主过于沉浸 个人幻想 学压边的树啊 空了一块的心啊 这都是意识流的东西 对于女主来讲 爱情就是一顿早饭 他们一开始可能因为差异而相互吸引 但最终也会因为差异而决定分开 那那你来写 那我该写呢 你写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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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